而保龄茶室的中毒世界 连台南都有受害者 这一位刘小姐呢 她其实前阵子才北上跟朋友聚餐 吃的也是保龄茶室相关的产品 而当初吃晚饭回家之后呢 她也是上吐下泻 身体觉得有点不舒服 好几样的症状并不严重 而她回忆起她的餐甜 上头打了颗生鸡蛋 当下呢她就觉得 会不会有一点不够卫生呢 但她还是把它吃完了 不过索性症状并不明显 而她的共餐朋友呢 因为没有使用保龄茶室的 其他的餐饮的产品 所以人没事 台南刘小姐22号北上和朋友聚餐吃保龄 结果隔天全身摊软 也成了疑似食物中毒的苦主之一 开始骑车的时候干红 然后就直接停在路边直接吐 所以我就先回家之后我就在家里上顾下血 说起来很妙就是 整个吐出来的时候 我还看得到白天 淀了一盘滑蛋河粉 透出来全是没消化的食物 就一时医生怀疑是蛋的关系 沙门氏菌造成吐血 完全接近是完生的那种状态 然后因为跟我原本预想的滑蛋感觉不太一样 那种半生不熟的状态 那我当下是有点压抑 但是我还怕它吃掉了 救出药包刘小姐握病在床整整两天 她和朋友22号从台南北上 叫一点多道信义区的素食餐厅保龄茶室 只有她点了滑蛋河粉 朋友没点餐 当时刘小姐就注意到蛋非常生 结果隔天果真开始上吐下血 全身无力忽冷忽热 短短两天吐了四次 拉了五次 如今身体逐渐喉转 但还是很害怕是否有毒素 残留在体内 就算到访餐厅的时间点 跟严重案例几乎同时段 朋友没吃躲过一劫 但幸好刘小姐的症状 也不到严重程度 让她直呼 这真的是离新闻最近的一次 TVBS新闻顾首昌台南报道 而中毒的事态严重 台北市场讲完 勒令保龄相关的餐饮门市 通通都勒令停业 而根据了解呢 其实保龄餐厅 他们没有中央厨房 主要食材是公司统一叫货 然后分送到各个门市 而目前呢 卫生局到场稽查之后 其他的分店 暂时没有违规的情势 保龄石岸风波越远越烈 现在也延烧到了其他门市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台北车站门市 现场因为场地维修关系 结束营业 而看到其他的门市 也是因此划上布条 门市拉起布条 暂停营业 但仔细看旁边货架上 还放了一整盒的鸡蛋 甚至桌上的酱料 只有简单用保鲜膜包起来 就这样摆在常温当中 旁边的饭锅开关没关 还在保温当中 根据卫生局指出 保龄餐厅没有中央厨房 公司统一造货之后 游客分店去处理 卫生局后续也针对店家大规模鸡茶 将咖喱粉 西米露 杏仁等干货全部带回 最大嫌疑的炒果条 里头的原料优先检验 包含高丽菜 豆芽菜 果条 红喜菇 香兰叶还有酱油 保龄餐厅传出食安问题 不少人心惊惊 究竟素食该怎么保存 我们找到餐厅业者来交战 我们的东西都是有盒子 到自己的盒子 所以每天早上我们才清 弄干 然后就是放 所以芝麻叶它们的盒子 肥肥当事业者说 多道料理都会用到的芝麻叶 比较容易烂掉 所以每天限量进货 如果当天没用完 也不会卖给客人 米饭 面食部分 会在每天开店之前 跟下午的休息时间 查看定位数 来决定要准备多少量 不会过餐供应 他们也提到 限点限做很重要 卫生考量 不会先做好放着 等顾客上门再加热 毕竟食安问题 攸关健康跟性命 法官上不能马虎 体质新闻 杨顺利明杰台北上报道 而病从口入 毒也从口入 现在呢 明天就要正式解剖香烟 两位病亡者 究竟他们身体里头 到底有什么毒素 不过其实呢 卫福部相关单位次长 王必胜 他已经说 这整件事情都要扩大来处理 食药署也到餐厅机查了 而现在也要厘清到底是什么样的毒素 带走了宝贵的生命 而今天有医师提出 因为这些病亡者 他们吃的炒果条是米制品 如果保存不当的话 可能会产生相关的米酵酸菌 这个毒素 这个毒素呢 其实它的毒性强 只要一毫克就可能致命 而且呢 只要是保存不当的发酵米 或是米类制品 就算食物已经加热煮熟了 也可能无法完完全全的消灭相关的毒素 也不一定可以避免吃下肚之后中毒 而这个毒素其实不是细菌 还得化验呢 使用者的粪便才可以来进一步厘清 而过去呢 其实类似的中毒案件 在中国大陆是比较常见的 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跟我们不一样 像是在东北呢 就流行吃一种米食 叫做酸汤子 就是呢 大米发酵过后 可以吃凉的 也可以吃热的 而曾经在黑龙江呢 有一家12狗 使用了酸汤子之后 结果有9人中毒 被带走了姓名 玉米发酵后的面条 放到热水烫熟 可以熟食 也可以凉拌 味道酸甜浓郁 是满洲著名小吃 酸汤子 但在2020年 这一碗面条 让黑龙江一家9口 食物中毒身亡 家族聚餐 久未吃了酸汤子的人 陆续严重腹泻呕吐 最后全数病逝 事后调查 当天使用的酸汤子原材料 已经在冰箱冷冻长达一年 在玉米面和死者胃部 都检测出米酵菌酸 米酵菌酸毒素 存在被野毒贾丹波菌所污染的食物上 包括谷物发酵制品 玉米面醋凉粉 以及薯类制品 马铃薯粉条 干薯面 还有木耳银耳 都是容易产生这种毒素的食品 医师提醒 这类食品一定要放在通风防潮的地方 吃不完得密封保存 木耳银耳要用温水现泡现用 泡发后如果出现粘软异味 绝对不能吃 大陆专家也曾多次提醒 米酵菌酸毒性极强 是批霜的20倍 官方记录 从2010年到2020年 全大陆已经发生米酵菌酸 中毒案件14起 多达84人中毒 37人不幸死亡 TVBS新闻 小米正林明珍 综合报导 好刚刚中国大陆的案例当中 吃了酸汤子 一家12口就被带走了9条性命 但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这东西已经保存过久变质了 还是因为很节俭碎吃 所以要提醒家中的家人们 或是长辈们 如果食物存放太久 最好还是丢弃 不要因为节俭 或者是觉得可惜 还是吃下肚会比较安全 而且我们带您看到 如果真的是类似 米酵菌酸的中毒症状 有哪些呢 其实一般来说 跟食物中毒的状况 蛮类似的 像是肚子疼痛 呕吐 恶心 或是腹泻 但是呢 如果家人们 食物中毒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休克 意识不清的话 甚至这个心跳开始问乱的话 其实都要赶快就医积极的接受治疗了 而根据了解呢 过去中国大陆临床上面观察 这个病菌的潜伏期呢 是30分钟到12个小时 而少数会比较久一到两天 但他的中毒死亡率非常非常的高 来到了四成甚至百分之百 而且呢 中毒之后 只能用一些支持性的疗法 他是没有解毒剂的 那我们来听听毒物科医师权威 严总海的庶民 其实米酵菌酸 它在国外啦 国外比如说在印尼 在非洲 还在中国 它曾经引起一些严重的 食物中毒的集体 食物中毒的案例 那为什么会有米酵菌酸呢 主要是一些发酵的 一些米制品 还有发酵的椰子制品 就是说它在发酵过程中 受到一种很特殊的续菌污染 它就那续菌就产生一种毒素 叫米酵菌酸 对 然后那个话 其实一般都在20几到30几度 容易繁殖 而且在中心的PH容易繁殖 那如果说像米酵菌酸 它是非常毒的 就是说 那如果说我们的食物 污染到米酵菌酸的话 它有可能民众吃到 不小心务实化 可能它会出现 不单单出现急性肠胃炎症状 恶心呕吐肚子痛 它同时会伴随有多重器官衰竭 包括肾脏衰竭 肝脏衰竭 休克 有生命危险 就是文献报道说 它非常毒 有可能一毫克的米酵菌酸 就可能会致命 而且这多重器官衰竭 往往会发生很快 就在你吃到污染的食物之后 可能一天内就发生 那到目前为止 其实临床上 并没有针对米酵菌酸 很好的解毒剂 所以我们临床上治疗 遇到这种米酵菌酸 引起的食物中毒的病人的话 其实都是致死性疗法 休克的话 我们就给生亚剂 呼吸衰竭 我们就插管 就想帮助病人渡过这个难关 不过这个米酵菌酸 引起的一些死亡率是蛮高的 我看文献到说几乎40到100% 都有 所以蛮危险 所以他吃这个食物中毒的药 也没用 没有 就是说因为米酵菌酸 就是说现在到底是不是 米酵菌酸污染 还不知道 这时有学者在推测 有没有可能 我想就等我们检验报告 不过如果说是米酵菌酸的话 目前并没有有效解毒剂 好那么很多媒体记者呢 会认为米酵菌酸的嫌疑很大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两位病亡者 他们都有吃炒果条 而且过去在中国大陆呢 也曾经带走了许多的人命 而严东海其实还是认为 其实还是要进一步的来厘清 这个死者身上 究竟还有什么样的毒素 而刚刚稍早呢 我们也有提到明天9点半 两位死者的遗体即将进行解剖香烟 会来厘清他们身上到底是神经性毒素 是病毒还是细菌 届时呢 社会大众才不会陷入恐慌 怎么会到百货公司去用餐 结果没了性命 我们为各位观众朋友重新梳理哦 其实这一次的事件呢 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 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事件延烧了两天 但我们待您看到呢 已经累计了12例的个案 而两位病亡者呢 都是正值中壮年 熟利的死亡病例呢 年仅40岁那么3月22号呢 到了茶房去用餐 吃了炒果条跟斑兰叶的果汁 就出现了腹痛腹泻心悸 最后抢救不治 非常的遗憾 而今天上午呢 其实在星光医院 他们所接诊的这一名66岁的男子 其实他是3月19号 两个人呢 相差一到两天 他也是吃了炒果条 也是出现了消化到不适的状况 而且非常的虚弱 而经历一个礼拜的积极抢救治疗 本来意识还蛮清楚的 没有想到猛爆性的这个肝 也让他的肝指数直线的飙升 最后呢 其实强心针也用上了 叶克膜也用上了 送进了家户病房 所有的医护人员接近 竭尽所利 希望能够从鬼门关将他拉回来 但最后很不幸的抢救不治 而今天呢 这一名男子的女儿也出面来控诉 他不理解 为什么一个礼拜的时间 只是去百货公司用餐 却带走他爸爸宝贵的性命 他一定要追究到底 希望能够知道真相 而另外一方面 今天累积重症 住进家户病房的用餐者 也有4人 我们带你看到是台北马街的 这40岁的女子 他是吃泰式的河粉 一样 额心呕吐腹泻 也是住进了家户病房 同时呢还有40岁的男性3月21号用餐 他也是吃了河粉 同样住进家户病房 而且由于器官衰竭情况非常的凶险 已经用上了叶克膜来治疗了 同时呢下方其实也有两位 也住进了家户病房 这是在北一接诊的46岁女性 也是吃了炒果条 那同时呢53岁的女性 目前他正在三种就医 今天呢台北市卫生局也更新他最新的病况 由于他的肝指数已经标破了上万 他的血液的酸碱平衡已经失衡 是非常非常酸的 导致呢肝衰竭 同时也住进了家户病房里头了 所以这个病室都还持续的在发展当中 而此事件呢最让人心疼的是 还有一个10岁的男头 3月23号跟家人们一同到了餐厅吃了炒果条 而他的父亲以及这男童的家人呢 同样都出现了肠胃不适的状况 所以事件呢仍旧在持续的延烧当中 那么线上有很多朋友 针对这个新闻事件进行的评论 像艾斯克说 这次会如此的引人注目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会让大家觉得说 房不胜房 因为你觉得到这个高级的百货公司用餐 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但是怎么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食安事件 那么威廉也表示肝指数飙高破万 这表示发炎的情况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么外界也想问这个KK City说 这个核粉果条会不会很有可能是进口的 而目前我们社会组的记者掌握 这个核粉跟果条来源呢 是来自新北市的工厂 目前似乎没有进口的情况 那么Sunland也有说这一名66岁的男子 其实撑了一周 最后他超万的肝指数其实病程当中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们的记者也有了解到 明天呢两名死者都将进行相宴 由于呢两人都是因为猛爆性的这个肝炎肝指数过高 引发了肝肾的症候群 导致呢他们的心肺也跟着衰竭了 所以接下来明天的相宴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来的疫情死营 那一般我们所谓的食物中毒 就是食物中毒有时候很轻微 急性肠胃炎 有时候非常严重 急性肠胃炎加上败血症 所以说一般如果说民众 如果说单纯的食物中毒 急性肠胃炎 而心肚兔腹泻 腹泻发烧 那就是很多人就会吃一些肠胃药 可是如果说你一个病人 他如果有食物中毒 有急性肠胃炎 同时和病败血症 有器官衰竭化或休克 那就很危险 所以还是建议民众说 如果说一个民众他食物中毒 除了一些肠胃道症状 加上说什么意识不清楚 高烧不退 或说小便量变少 那就不要等了 就要赶快送医 赶快来治疗 那如果说民众是因为有食物中毒 到住胶病房 甚至装上叶克膜 代表说就很危险 对 这时候代表食物中毒很严重 那我想这次最主要是 还是要等待 我们卫生主管机关的一些报告 才知道说 是哪一种病炎菌 或是哪一种毒素 引起了那么严重的食物中毒 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个为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